哈佛家训 蚂蚁大力士 蚂蚁国有一只小蚂蚁 它的力气远远比其他的蚂蚁都大 它天生神力 武功盖世 如果奋力一举 可以独自扛动一颗绿豆 因着它的神力 很快就在蚂蚁国名声大震 大家都在镜像传说 这只能扛起一颗绿豆的蚂蚁 它的名声是越传越圆 越传越广 传着传着 后来经误传 它可以独自搬起一颗葡萄了 一开始 它听到关于自己可以搬起一颗葡萄的传闻 还觉得很不好意思 赶忙成亲 但久而久之啊 这样的话听多了 它开始情不自禁地想 嗯 以我的力量 若要独自搬动一颗葡萄 应该也没问题吧 就算不行 这两者之间又有多大差别呢 过了没多久 它开始举办巡回演讲 以我如何能扛起一颗葡萄为体目 到处宣扬 炫耀自己的气力 众蚂蚁们无不听得如痴如醉 倾目不已 这天不知道从哪里滚过来一粒花生米 恰恰就停在蚂蚁国的洞口 把出入的道路都给堵住了 众蚂蚁们马上想到了这位大力士蚂蚁 就把它从家里面勤了出来 它勉强急出一丝笑容 来到那颗花生前 使尽了全身的力气 用力一搬 再一搬 再一搬 大家惊讶又失望 别说一颗葡萄了 它连眼前这粒花生米都搬不动 大家鼻疑地嘲笑它 有的蚂蚁还愤怒地向它吐口水 从此以后 这只蚂蚁就再也没有连见人了 人们连它能扛起绿豆这件事都不相信了 一只蚂蚁搬不动一颗花生米 这是很正常的 因为你不过是一只蚂蚁 问题在于 是什么让你忘记了自己是一只蚂蚁呢 是掌声 是虚荣心 是可笑的幻觉 生活必须脚踏实地 蚂蚁和人都是一样